這是什麼? 什麼額頭的? 雷鋼 雷鋼 雷茶碗 那個是文 雷茶碗 對 這個就是雷茶碗 然後呢 雷茶碗裡面有沒有這個條紋? 有 為什麼要刻這個條紋? 因為要摩擦 因為要摩擦對不對 那是要看下去 然後呢 慢慢的 你弄 弄到 柔柔水素 該講的響 講的頭性 對不對 但是呢你看 我們現在這個雷鋼琳這個條紋 細的還是粗的? 粗的 粗的 這個細的 這個細的 這個細的太厲害了 你看看這個細的手拉配度的 用細的皮靠走出來 而且呢這一條很低的 這個紋路 它也是這樣慢慢的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 然後再拿腰裡面去燒的喔 對啊 所以它做的很厚實 很厚重 啊 那這個細條紋呢 適合磨哪些材料? 芝麻 喔好厲害 聽到了芝麻 對不對? 比較細小的 知道嗎?芝麻 像那個米啊 比較粗的 那個什麼 米還要做什麼? 綠酥酥啊 綠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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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綠酥就要用粗的 對不對? 喔這個細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 綠酥 綠酥比較香 比較好喝的 白芝麻 綠芝麻 綠酥之類的 材料 對呀 好